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Ea 我們現在打安琪鐵捷的夢魘集 這邊帶大家用彈珠合作的1%大獎尼奧來通關 我這邊用的是HR模式 為什麼會突然想要打這隊 是因為這隊95%以上的時間 都可以無視幻影炮地形來做輸出 這邊是我的隊伍還有龍科配置 三個加速必殺之力 三個傷害減輕之力 我建議放的位置就是跟我一樣 隊伍配置還有龍科配置 如果你有沒看清楚的地方 就按暫停稍微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是邊打邊講解 好來 第一關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345康輪流去把他們幹掉就好了 好 那你在轉珠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就是直接 去吃尼奧直行的昇華 因為有一個雙劍昇華 很香喔 好 我們先處理4康的 4康優先啦 因為4康就是combo比較低嘛 combo低傷害就很容易不夠 所以就優先處理他 他洛雷也是最快的 好來 接著我們就處理5康這一隻 不過現在是有點尷尬 場上沒有水珠 好 那這一回合就當作送給他吧 好來 這邊的話來處理5康這一隻 好 OK 這樣好像是先處理6康 好啦 也沒關係 都可以 好來 接著就是5康這一隻 那5康這一隻的話就趕快去把他處理掉 因為他其實也快落雷過來了 這邊先處理哪一隻沒有優先順序啊 我是推薦大家 推薦歸推薦啦 可是你要不要做那是一回事喔 因為你只要有在落雷之前就把他帶走 那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來 這邊帶走 來 接著第二關喔 第二關是不能手消暗 那他會電擊你全部的暗珠 好 這邊的話我們就用瑪娜去把版面還原 好 不過這邊的話我們先偷一回合喔 我們主要就是處理掉那個電擊珠就好了 好 那一回合之後呢 我們就是把那個R模式的尼奧打開 好 那這邊的話就全力去轉 啊 記得喔 不要消到暗珠 因為剛剛我只是為了還原才這麼做 接下來 他只會電一次 接下來就不會再電了 可是代表你場上也還是會有暗珠啦 因為瑪娜的那一回合已經被你偷掉了 好 來 這邊就直接A過去 沒問題 來 接著第三關 好 第三關這邊的話就把潘朵拉打開 那這一回合的話我們可以先補一個H模式的尼奧 好 然後就直接全力轉啦 現在轉租秒數很長喔 所以你就是慢慢去把 combo轉到就好了 好 OK 這樣子 好 哎呦 大魚等於8秒 你就可以放手了 好 這邊沒有走地形啦 不過我不知道會不會無心插流 不小心走到 如果有的話 大家可以留言跟我講一下 好 來 接著第二 呃 就是他剩下的50%啦 這邊的話我們就把王者之劍打開 那這邊的話你也可以再補一個亞森 不過亞森 開下去有牌珠啊 有點浪費時間 所以我這邊就直接轉就好了 好 啊 因為是固定版面 所以你記得就是 就是 秒數拖長一點再放手 OK 好 來 這邊也直接送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喔 好 來 接著二血這邊的話我們就補一下那個亞森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直接去排珠了 好 啊 這邊排一排你可以去把龍克打開 好 來 因為這隻血量算是稍微偏多啊 你如果 怕傷害不夠的話 這邊就是把龍克吹下去喔 好 來 我們就直接開龍克 因為我們這邊都沒有走地形啦 好 那再加上說我們剛開的招式有點多 這邊也可以藉由龍克來做一個減CD效果喔 這邊就大概轉個基礎的一兩萬就可以了吧 兩萬 我轉的到兩萬嗎 完全不行 就大概一萬多 一萬五左右 差不多 好 那這邊你龍克跟我帶一樣的話 就會有一個追打無數的效果喔 這邊傷害就直接灌過去了 OK 來 接著第四關是小怪關 那這邊的話就一樣 我們就平轉就好 好 OK 喔 這個天降水 OP喔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來 接著第五關這邊的話是無數強加攻潛 這邊你可以稍微看一下你的這些王者之劍啊 喔 或者是那個 技能會不會差很多 尤其是王者之劍啦 如果技能還差很多的話 我們就一回合先偷給他 好 一回合之後呢 我們就是開這個 R模式的尼奧去做一個增傷喔 這個不是為了無視攻潛 是為了增傷 因為無視攻潛的話其實 隊伍技就有了 我們這邊就是把轉珠秒數拉長 就沒有問題了齁 好 這邊是有兩個屬性都沒有消到的喔 那真的可以直接無視過去喔 所以不用擔心 好 來 這邊就直接灌過去 那接著第六關這邊的話就是把龍科擊碎 擊碎之後呢 我們就是把招式開一開 王者之劍最後再開喔 因為你如果先開王者之劍 你再開其他的 可能版面會被破壞掉 好 好 來 王者之劍 阿 最後這隻H模式的尼奧 你要不要開都隨便齁 我這邊就不開啦 讓大家感受一下這個傷害就夠了 開下去絕對傷害是在往上飆的 好 這邊不要太快放手 因為是固定版面齁 好 來 OK 這邊直接灌過去 好 接著就到了那5%了齁 需要轉地形的時刻 好啦 那這邊的話地形要怎麼轉 首先我們先偷2回合 然後這2回合你就盡全力 去把水珠弄多一點點出來 這樣子就好了 好 因為你水珠多一點的話 你要轉地形會比較好轉喔 那等一下就是靠著尼奧 來把這個傷害垂過去喔 好 我們這一回合就是來轉那個地形 我們就直接去轉那個尼奧 的地形 如果對於地形你還有不了解的地方啊 就是他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觸發追打的話 你可以趕快點進來我頻道來看這個懶人包齁 我這邊有一個詳細的解說啊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靠著尼奧 來把這個 血量噴過去 好 5%已經結束了 接下來我們一樣不停在那個地形上面喔 好 那這邊的話是3隻小怪 這3隻小怪的話我們就直接全力轉就好了 你可以先收掉其中2隻啊 這樣子的話你壓力比較沒那麼大 好 剩下最後這一隻的話我們就稍微偷一下回合喔 好 啊這中間你不要把那個 就假設你留火的這一隻啊 你不要把火全部消掉 因為他是要手消全火才有傷害喔 好 我們就等到洛雷2的時候進攻 因為怕你一波帶不走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留一個 緩衝的回合啦 好 來 這邊吃尼奧池航的昇華 一樣喔 就是不走地形啦 好 有沒有 留一回合的緩衝是對的喔 好 那這邊的話下一回合我們就一樣 去把全部的條件符合到就好了 好 手消全部的火 好 來 這邊就直接送過去吼 那接著來到第... 第八關 好 第八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稍微補一下傷害吧 進關的時候他是光珠不能消啦 那這邊我們補一個王者之劍 好 那王者之劍補下去之後 就看你要補H模式的尼奧 還是R模式的尼奧 都可以喔 看你自己 好 這邊補H模式的 好 那這邊角色珠抓下來 來 OK 好 一樣喔 這個是固板喔 不要太快放手 好 所以這個八秒到底要怎麼數 我算一下 好 現在影片9分12秒13 14的時候放 好 OK 好 來 這邊先烘掉他一半的血喔 來 接著第二回合的話 這邊的話我們就是開瑪娜 然後亞森直接去排珠 不過這邊要注意喔 因為你炸下來可能還是會有暗 那這時候記得去避開暗珠不要消到 好 來 這邊的話 OK 就直接去排珠啦 OK 好 來 這邊 賀 完美 一樣沒有走到地形吼 好 來 這邊直接送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 好 來 接著來到第9關 第9關這邊手銷全新 然後他是 大於等於5-6 5康 7康 9康 他會慢慢地增上去喔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因為這一回合是沒有那個 足夠的新珠啦 所以我們先一回合拖給他 好 那你沒有抓角色珠的話 要注意喔 他是沒有加康效果的 所以你記得轉到一定的combo數 不然你也會被追打喔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去手銷到全部的新 然後抓著角色珠一樣去 觸發這個隊伍技就好了 然後吃尼奧直行的昇華 好 現在是7康啊 9康以前我們都還有機會喔 所以這邊的話也當作讓你稍微喘口氣的地方啊 好 來 這邊繼續 如果真的到11康怎麼辦 等一下也還有解 所以不用擔心喔 好 來 這邊就直接送過去 那接著就來到王一喔 王一這邊的話我們一樣稍微偷一下回合 主要就是偷到 然後王者之劍或是瑪娜有跳回來就好 好 那這邊的話記得抓著角色珠去轉 因為你如果沒有抓角色珠轉的話 沒有加康的效果 他會追打過來喔 好 來 這邊的話就再一次 好 OK 那這邊的話就可以把王者之劍補下去了 好 那補下去之後我們開另一隻R模式的尼奧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拖著他角色珠下來 好 那因為是固定版面啦 所以記得不要太快放手喔 你太快放的話 直接悲劇 好 就大概有等到8秒之後就可以了 好 來 這邊就直接靠著這個R模式的尼奧 錘過去完全沒有問題喔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這邊的話基本上就是靠著亞森 跟潘朵拉把他捶過去喔 這邊的話我們就是把那個 瑪娜打開 然後亞森 好 那等一下就是抓著亞森的角色珠了 好 不過這邊現在沒有暗鼠的珠子 有啦 三顆 差不多 剛好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開轉 你要注意看一下喔 你的亞森如果不是二階的時候開 他是沒有排珠效果的 這邊要提醒大家一下下喔 好 OK 這樣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喔 好 而且這一回合一樣是沒有消到水珠喔 所以傷害夠的話 各位就可以只用擔心啦 好 來 接著就是最後一回合 我先講啦 如果剛剛那邊暗沒有帶走的話 換水進攻的話 就是交給尼奧了 不過那時候你可能就是要自己想辦法解一下電極珠 好 來 這邊最後一回合的話 就等這隻尼奧跳回來 那這邊的話我們先偷 好 這邊記得去回血喔 你如果沒有回血的話一樣是很危險 好 來 我們就繼續回一下 你如果會怕的話啦 他剩CD1的時候 你可以先把護盾回回來 好 這樣比較不會讓你這麼害怕喔 好 OK 這邊我們就是把技能全部吹下去囉 好 然後開這隻尼奧 好 那最後就是抓著這隻尼奧 來觸發一個追打 好 版面有點 詭異啊 不過沒關係 還在可以handle的範圍裡喔 好 這樣子稍微疊一下就好了 好啦 有大魚等於8秒結束轉租的話 就OK了 好 以上這邊的話是HR模式的尼奧通關這個夢魘集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喔 就真的5%的時間 需要停在那個地形上面而已 剩下都不用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扑